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在已经有scrappy的基础上 我们继续学习一下scrappy 那么scrappy比较重要的地方 如果你想学会 也就是怎么样就能够学会 就是这么一个要求 把它的流程能够搞清楚 如果能够搞清楚流程 那么一切scrappy框架 你就算是学会了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流程这一块 比较的刚开始是比较的难以理解 那么我们需要用一个例子 来给大家稍微的模拟一下 举个什么例子呢 我们说去做核酸 我们去做核酸的话 很明显我们这是自己的一个请求 我们想知道自己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是一个请求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请求 那么它一定会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一个组织人员 你别管是国家机构还是什么呢 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 或者它是一堆组织人员 反正就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个核心 就是引擎 这里叫引擎 我们叫组织人员 组织人员会把你的请求 把你送到哪里去 让你去进行排队 让你去进行排队 排完了之后 等到轮到你了之后 扫完了你的码 然后呢 让你去 它会怎么样 给你一个指令 让你到下一个 去进行坐在椅子上 或者什么地方的 让你去做一个核酸检测 做个核酸检测的话 那么核酸检测会采集一些信息 是就是你喉咙里的 这个相对的一些信息 拿过来了 拿过来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其实是非常杂乱的 也不知道是啥 所以我们需要去化验 或者叫解析 那么会把这些信息 会找到某一个地方 进行化验还有解析啊 好 这个就是化验还有解析 那么这种化验和解析之后 那么会得到一些信息 这个信息的话 例如你是一个阴性的 那么这种阴性之后呢 组织它一定会知道 组织人员 它会把你的信息做一个保存 保存到某个地方 保存到某个地方之后 你自己可以去进行使用了 好 到保存这一步 我们就算是完成了 所以这是整个的流程 那么再回顾一下 你有做核酸的需求 那么组织给你 对你进行排队 把你过来之后 让你去进行排队 排完之后 轮到你的之后 组织让你去 这个去进行做核酸 做核酸 你拿到自己 拿到这个核酸的信息之后 组织会把你的 这个核酸的信息 做一个解析 解析了之后 那么相对应的信息 会存储到相应的地方 然后你就能知道了 是阴性还是什么 这是一个 那么 我们说这种做核酸 只是一个例子 那么你如果说做体检 像抽血 它也是一样 它也是要符合组织的 它有一个组织的 你需要有这种需求的话 它会 比如你去验一些什么东西 那么你去 要去排队 排完之后 要去对应的东西 采集你的一些信息 例如 像验血 验一下你的 血的一些信息 验验血的信息 它会对它进行解析 解析之后 会把信息做一个存储 这个就是我们的 整个的一些过程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核酸上来 我们如果做了一个核酸之后 那会发现 可能还会有第二次请求 为什么呢 假如你做了核酸之后 发现你可能会不一样 对不对 你可能假如 你假如啊 假如你 痒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还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的这种需求 所以这种请求啊 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去做 这些个核酸 所以不断的做这些核酸呢 那就是怎么样 又进行了一次请求了 当然现实中啊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你可能不会进行排队 而我们在 如果说是爬虫的时候 他需要排队啊 假如你需要排队 你又重新的让组织人员 让你去进行一次检测 又来了第二轮的检测 所以说是第二次的进行检测 同样的 你第二次 可能还会有第三次 对吧 就这种的检测 就是不断的来进行 整个的一个流程啊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需要比较透彻 了解的就是第一个流程 做核酸 你有这个需求 然后组织进行排队 这个是排队啊 调度你啊 排队 爬完那之后 他会让你去做核酸 就是去 做一下啊 用一个棒棒啊 在你的喉咙里 搅一下 然后的话 拿到信息 然后解析 存储啊 就这个流程啊 那么回到我们爬虫上来 爬虫上来 那就是一个URL 你想要获得一些信息 哎 你想要获得一些信息 你就是有这么一个请求 你需要携带着什么呢 你的URL 需要携带着 携带着你的一些请求投信息 哎 交给我们的引擎 引擎就是它组织 它组织会让你去排队 那不排队行吗 不行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请求 啊 请注意 这就是排队的一个问题啊 这样的话 才能够提高效率 所以这就是调度器的作用啊 提高效率 让你去排队 轮到你了之后 然后呢 让你去网上去下载一些信息 这就是去下载信息啊 下载信息之后 这个信息呢 会是非常杂乱的 那么引擎呢 又会把你的信息拿过来之后 再去交给某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去进行解析 去进行分析啊 解析完之后 然后呢 如果是你需要的信息 就是需要进行存储 哎 然后的话 如果还有其他的请求 例如你请求了一个主页 你可能还有次页啊 比如啊 你请求了某个电影的 这个网页信息 那么电影里面 它会有图片的UIL 你会对图片的UIL 再去请求图片发起请求 哎 所以又产生了一个排队 然后呢 去下载数据 这么一个循环啊 好 那么我们仍然是 我先懂第一个循环 就可以了 第一个循环就是 我们拿到了请求 然后排队 排队之后 还是仍然交给引擎啊 每一个步骤都会过引擎啊 引擎之后 它会把你交给下载器 去进行下载数据 拿到了数据之后 就交给我们的爬虫文件 去进行解析 解析到了数据之后 交给引擎 引擎 再把它交给我们的管道 进行存储 哎 这是我们整个的流程啊 好 那么整个流程之后呢 你发现还有其他东西 爬虫中间键 还有什么下载中间键 这个比较重要的呢 是下载中间键 不过无妨 我们先懂这五个部分啊 这个部分啊 先五个部分 爬虫 调度器 然后下载器 然后管道 然后引擎呢 它是做处理的 我们只需要脑海里 有这些个模块的印象 就可以了啊 然后具体的是怎么样操作的 我们需要在代码中 来进行实现 我们来去看一下代码 就继续动评续 差点 不好 就没有 咯